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量化评分的重要依据 个人军令 理工 监护地区服役等贡献 累计积分越高 在安排工作中将有优先选岗的优势 此次全国退役局人事务卿局长会议明确披露 要研究制定出台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府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 该意见出台后将根据服役贡献 给予各类服务对象不同的社会优待 在养老 医疗 住房 家属 随间安置 文化 交通 子女教育等方面 给予区别化优先优惠 二是家庭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 军属不仅享受社会基础保障待遇 更要实现多层次 多渠道的包袱援助 从当下的情况看 除了已经明确规定 享受优待的部分退役军人 和少部分随军属享受优待外 各地规定同等条件下 有先申请享受币包等待遇 此次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卿局 要会以明确披露 对于有特殊困难的退役军人和军属 根据其困难程度 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基础上 给予临时性 应急性包袱援助 也就是要求特殊群体 特殊对待 不仅正常享受社会基础保障 在遇到棘手困难时 还需要学装送叛 三世将研究建立抚恤金 优待金等动态增长机制 同时对抚恤优待 逐步实现从生活底困 向包扬激励转变 当前 国家在建立优腐金 优待金标准上 已经有了明确标准 同时前后25次提高残疾军人 残疾抚恤金标准 28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 和三孔补助标准 此次会议对优腐待遇 提出了新的方向 将建立与福利贡献 预想受待预想匹配 标准与国家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抚恤优待机制 量化抚恤 补助标准体系 从现行的生活解困形 优腐优待 向包扬机率性转变 也就是说相关经济补助 将直接预服役表现挂钩 补助标准也会有明显增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用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